大家好,又到吃柿子的季节了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柿子 但是我们刚摘回来的柿子 它非常的硬 现在马上吃非常的色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柿子我们一天就可以吃 不需要等两三天或者一个星期 今天我教你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柿子当天就可以吃 非常的简单 今天这个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咱们首先先准备一些柿子 这个柿子我们先挑剪一下 如果它外表有伤的话 或者底部没有这个柿子的地 这种柿子是不可以用的 把我们柿子全部挑剪好之后 放到水中 我们简单给它清洗一下 去除柿子表面的脏东西 轻轻的洗碟 千万不要它洗破伤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电饭锅的内胆 我们倒入热水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水温呢 一定要给它控制在60度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60度这个温度就可以 再把柿子放到里面 给它浸泡起来 放到我们的电饭包中 让柿子呢在我们电饭包中 给它24个小时 给它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